啊 嗯 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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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再見了金妖妻 啊 啊 原 撐著 給我撐著 啊 郭瑞特將軍 沒有你的話 有些東西 他送不進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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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沙越來越大 今晚可能會有沙暴 瑞 喝點水吧 啊 我不是很渴 也好 省著點用吧 現在看來 要是沒個三四天 我們是到不了 啊 喂 你會不會開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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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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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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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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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先说 是组长把我领到那里的 说一会儿有贵客到 让我帮他们引路 自己开车就跑回去了 贵客 谁啊 就是你们咯 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们会来 他什么都知道 组长整天神神叨叨的 想不到还真有两把刷子 这就是变种人的特殊能力 大概就是这样吧 是贝格尔大叔 你知道 贝格尔是罕见的 电名感型变种人 当初也是联合军 极力拉拢的对象 那照这么说 组长到最后 还是没去联合军上班咯 但联合军和变种人部落 还是保持着 以无异物的关系 怪不得那个基地 会连着中立去呢 看来咱们还是挺有缘分的 呸 呸呸呸呸 贝贝贝贝贝贝 被联合军关钱不算 哪能在缘分 哼 要不是急着救出米亚 看我不把那基地翻个顶朝天 嗯 我说错话了吗 懒大机械师 小的我来全收了 又是一脚泥 你就不会在门口蹭蹭嘛 那么东西在哪呢 在哪啊 第二层八号箱 好嘞 收点轻点 别把桌面刮花了 好了 你走吧 别把口水留在上面了 大师 别这么不耐烦嘛 装置已经给你了 现在 去做你该做的事 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泡面加红酒 您的品味可不一般呢 快走 好好好 我走我走 来 蓝娟 开门让我出去啊 这孩子可一点也不像你啊 得了 别装了 你们还真打呀 我又不知道基地后来发生的事情 你少啰嗦 站住 若兰 这只是个营地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 真正的村子在那里 你们可以去里面看看 不过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子物哟 哥哥 别开这种玩笑 真是的 一点都不好笑 瑞 又见面了 你是商多里那个厉害的大姐姐 厉害什么的 厉害什么的 算是吧 米娅 你们为什么会去救贺雅 你都知道了 这个说来话长 可惜到最后 也没能把它救出来 其实那是阿萨的圈套 没想到会把你们也卷进来 等等 过去的事情先放一放 现在说重点 米娅 为什么在商都和基地 你都能感应到这小子 因为他是击退重灾的英雄啊 嗯 重灾 组长 老祖 好久不见 组长 长高了不少啊 这就是我们无所不知的组长大人 哦 三年前 穆斯贝尔的盖洛斯 突然狂暴起来 一个纳米尖兵突然出现 击退了那些野兽 这么说 那是我感应到的能量 就是锐吧 严格来说 你感应到的是纳米尖兵的特殊能量 我果然没有记错 锐 你就是那个时候准备我们的英雄 他们旅途劳断 今晚就让他们好好休息吧 我这就去准备晚饭 你们兄妹 一会儿来帮忙吧 嗯 嗯 嗯 你跟组长很熟啊 以前来过吗 我只去过中立区 真正的部落 今天 也是第一次见的 哥哥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嗯 嗯 是是是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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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得太匆忙 忘在我们家了 嗯 嗯 谢谢 我以为丢了呢 嘿嘿嘿嘿嘿 怎么会呢 我们保管得好好的 嗯 从来都没有动过要卖掉它的念头 嘿嘿嘿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吧 现在乌龟远逐 我们也可以松口气了 嘿嘿嘿 那我就去帮忙准备晚饭喽 你啊 你也一起来 哦 我们逛逛见 你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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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的真过瘾 组长难得这么大方 真是沾了你们的光了 话说这位小哥 干嘛这么严肃呢 我去检查一下账吧 什么鬼 罗族还是一点没变呢 组长后来 为什么没有加入联合军呢 比起联合军 他们更需要我 给我给我 紫卧能挡住外面的人 但内部依然有盖洛斯的威胁 没有我的新王 他们无法预测盖洛斯的动向 等等我 等等我们 新王 那米亚也有吧 我还差得远呢 而且意识到新王的能力 也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那之前 我们不会用新王预测盖洛斯的动向 有些部落 根本就没有使用新王的人 根本就没有使用新王的人 那不是很危险 对啊 但是有一个大叔会及时地把盖洛斯的消息传送给我们 大叔 他叫德雷克 他的追风部队专门监测盖洛斯的动向 并且让人们发出警告 真是帅呆了 大哥 他 这么说 那个什么追风部队 给了你们很大的帮助了 嗯 多怪有了他们 大家都不用回得提心吊胆了 如果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当面谢谢他 嗯 对了 之后 能带我去看看你们的村子吗 姐姐不怕紫物吗 没事 我有过滤器 嗯 没问题 那就好好转转 虽然是个不值一提的破地方 好了 时间不早了 米亚 诺瓦 让客人早点休息吧 我们也应该回村子里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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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剩一个空障碰了 你们挤着下吧 哎呀 没事没事 比睡车上强多了 嗯 嗯 明天就来村里看看喽 再见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我没有放弃希望 也不想打破他们的 你不休息吗 我想一个人待会 我挺羡慕你的 大英雄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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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放弃希望 也不想打破他们的 会呀 我应该告诉他们吧 我已经不是巴德尔了 连容器都不是了 失去巴德尔的你 对联合军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对联合军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没有利用价值了 这里很安静吧 打扰到你了吗 没有 当然没有 怎么想到来这儿的 这里能看到寻 我想 也许是个适合思考的地方 我也这么认为 看来咱俩还挺像的 族长 能跟我说说三年前的事情吗 也对 毕竟那时的巴德尔是AI模式 你应该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等一下 你连AI的事都知道 这 不怪你 那只是 亚人的一场实验 什么 用狂暴的盖洛斯 测试巴德尔的战斗AI 那 那虫灾 也是亚人为了实验诱发的 实验过后 时空的盖洛斯 扬起了整个穆斯贝尔 这不是什么虫灾 是人祸 应该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真相 真相 对 那是场灾难 根本就没有什么英雄 然后呢 向亚人报仇 还是带着仇恨苟且偷生 我的族人 活在世界的夹缝里 生存一时重担 不能再背负仇恨了 哪会把我们压垮的 有些事 还是埋在心里比较好 族长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今天遇到这么多碰巧的事 真是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世界 本来就没有碰巧这种说法 这些都是雾神的安排 他告诉我 兄妹俩去了中历区 他也告诉我 你们被困荒野 他希望我找到你 然后 把你带给他 宿长 这 这里怎么了 对不起 对 武神的命令 我必须服从 宿长 你 别误会 我们早已忘记了仇恨 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如果不是雾神的指引 我根本不会让你们来这里 雾神 改变我们变种人的命运 瑞 这并不是对你 雾亚人 或者任何人的复仇 我只是听从 武神的安排 我们只想 活下去 我 难道这就是 武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美进化 终于不再 折磨 谁是恶魔 宣判对错 太自我 涅槃重生 只为不也的期待 还是明白 最初的 最弱无奈 单纯梦想 出存在脑海 信仰之魂在破晓之后盛开 每一段子彩 暴裂在月星球之外 爱情的义脉 被轮回下的花香青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